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计划是去想说要怎么样去做到 那程式的设计比起其他的设计 我想主要的差别就是说 不是你自己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去做 而是有些小帮手 那这些小帮手呢就是所谓的软体 那透过软体去控制硬体 去控制其他的部分 这样子想要达到哪个设想 就可以有各种各样子的帮忙 这些帮忙就叫程式设计 其实一切的设计师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先去了解那个实际的问题 然后甚至如果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我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都碰到的 面临到的问题 那我们要了解其他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接下来去做实质的归号 像大家可能用过的中营平台 其实也是程式设计写出来的 让大家可以联署 可以提案 可以看政府的法规命令的预告 还有看政府全部的budget 就是我们全部的预算 那所有这些部分 其实要如何让大家一眼看都很清楚 而且大家比较会提出建设性 而不是只是流于谩骂 等等的这些回应的空间 这种互动的可能性 其实就是程式设计最主要的应用之一 觉得这个设计不是因为要成为设计师 而是要把设计思考的这个习惯 融入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都是可以在机器的帮助之下 让它更自动化 或者是说减少我们的时间 跟心力上的一些负担 所以这些部分 只要能够自动化的部分 可以学到辨认出来这些地方 把这些地方交给机器去做 我觉得这些学程是设计最大的一个价值 我记得我写的第一支程式 是一个教学程式 它教的就好比像说五分之三 四分之三等等的这种分数的概念 它是一条线的荧幕上 然后呢有很多气球 那用的人呢就要去猜这些气球 是在几分之几的位置 然后慢慢地把画面上面的这个线段 对应到我们在分数 所谓在竖线上面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如果要不断地去教其他学生 这样子一个概念的话 我可能要画很多很多图 但是呢当我写过一次之后 我等于就把这个教学的方法 放到机器里面 我就不用重复地再去教了 之后学生自己学就可以了 我想程式设计 就像任何其他设计一样 有各种不同的看世界的方法 好比像说要把世界看作是一些数学函数的 要把它看作是一些物件的 要把它看作一系列的命令的 逻辑关系的等等 那所以呢我想最大的挑战就是说 如果你学的是一个看世界的方法 它很容易把你局限住 所以我的提醒就是说 如果能够多选好几种不同的程式设计的 看世界的方式的话 那么碰到适合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拆分成各种不同范式的方法来解决 所以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自己对自己的限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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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